我現在宣布801號名單候選人何俊仁 802號名單候選人陶錦生 805號名單候選人馮檢基 806號名單候選人李慧琼 807號名單候選人陳婉嫻 在上述選舉中當選 有167萬名市民選出的超級議席 三名泛民代表民主黨的陶錦生 何俊仁以及民協的馮檢基都順利當選 選前告急的陶錦生取得近31萬票成為票王 他認為致勝的關鍵是國民教育的爭議 緩醒市民捍衛核心價值的決心 我想國民教育是令到我們整個社會 是有股氣、有道氣 是要投票 要投票表達香港人的憤怒 我們的當選是清楚表達市民是反對國民教育 要求全面立即撤銷國民教育的政策 剛剛持任民主黨主席的何俊仁 也都已近22萬8千票當選 冒著滅黨風險出選的馮檢基 就已超過26萬票當選 這是九龍西街坊市民對我們的認同 變成全香港市民對民協對馮檢基的認同 這是我們今次超級區議會選舉 贏了之後是市民給我們的支持 我們面對不單止地區的問題 只是全香港問題 更加重要的是我們面對未來的特首選舉 我們一定要爭取一個是真普選的方案 曾經是九龍東票後的工聯會 陳婉嫻以超過24萬票排第四 重返議會 選舉當日批平民建聯界票要告急 演出同室操鍋 但結果公布之後 嫻姐馬上封口 我永遠都覺得 在我眼前 如果是重視勞工權益 重視我的黨仔權益 重視少什麼經驗者的話 都是我的朋友 不論他在政治上站在什麼位 我自己在這次選舉中心有感受 我面對著這麼困難的環境 大家都出來投票支持我 我很衷心感謝大家 在地區直選中大勝的民建聯 李維琼在超級議席再取一席 以超過27萬票當選 但保不住劉剛說 他只有19萬9千票 以外堂碼 獨立候選人白穩琴 就只有約6萬1千票落敗 也學者認為 雖然泛民在超級議會 力保出選的三席傳承 但三人總得票只有近80萬 佔總票數的50.5% 以往直選中 泛民建制6比4的得票比例消失 泛民優勢明顯減少 我們另一份 讓我們指責 先來遊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